七十年前 这条公路开始修建 它至今仍被誉为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翻越十四座雪山 跨越十三条江河 四年修通两千公里 我们打坏海战役那么大的仗 在炮火中我们也没有牺牲那么多的人 他们这些人都是英雄 军情时间到 回顾修筑川藏公路的艰险历程 回眸历史瞬间 在线经典传奇探究军情内幕 揭秘背后故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周的军情时间到 我是王岩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看历史上的这周 都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 1919年5月4号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这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 广大市民 工商人士等各阶层 共同参与的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 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945年5月8号 纳粹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希特勒德国彻底覆灭 这一天后来被定为 欧洲战胜法西斯纪念日 1949年5月9号 彭德怀指挥的解放大西北战略行动开始 到10月20号 经过三个月的奋战 西北全境解放 1954年5月7号 越南人民取得电边府战役的胜利 这次战役 共歼灭法军1.6万余人 击落击毁法军飞机62架 粉碎了法军的殖民企图 为日后签订日内瓦协议铺平了道路 好了 看完了本周的历史大事 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故事围绕一条公路的修建历史展开 它是我国距离最长 地势最显 风景也最美的公路 至今仍被誉为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它就是川藏公路 我们现在的川藏公路 在首次通车以后 是经过了多次的扩建和修缮 但依旧是我国最险峻的公路之一 它东起成都 西至拉萨 主要是分为南县和北县 南县也就是318国道 是从四川的成都出发 经由雅安到达巴塘后入藏 再经王康林芝等地 最终到达拉萨 它的全长是2146公里 北县基本上是317国道 是从成都出发 经都江业 汶川 穿过米亚罗自然保护区 经过甘孜 德格到达昌都 再走214国道到达内乌齐 继续走317国道到达那区 再经过109国道到达拉萨 全长是2412公里 现在我们走川藏县 从成都开车到拉萨 单程大约是36到48小时左右 加上休息的时间 大概三四天就到了 但是在70年前 西藏高原上 一条能跑汽车的公路都没有 那个时候 拉萨往来四川成都 或者是青海西宁 只能是靠人走马驼 单程就需要几个月 到半年的时间 清代诗人杨奎 曾经写下很多手描绘 进藏行路艰难的诗句 有关比如说寒冷的 就有 征人下马 色死灰 众求鸭鸡如指薄 也有关于路况的 你看 行驴惨不前 十步九颠覆 要知道西藏的平均海拔 在4000米以上 有50多座7000米以上的山崩 不少山上是中年积雪 夏天都还有冰雹 自然条件 非常的恶劣 1950年4月 也就是新中国成立 仅仅六个月的时候 中央毅然决然地做出了 修建川藏公路的指示 并且要求在1954年底前 要全线通车 我们知道 当时的中国国内大环境 是非常困难的 中央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要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修成这条公路呢 这要从党中央决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说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宣告成立的时候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 就已经开始谋划西藏问题了 毛泽西曾经说过 他说西藏人口虽然少 但是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 极其重要 为了完成组的统一 1950年初的时候 中央就做出决策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 执行进藏任务 于是就有了1950年3月6号 在乐山县召开的 进军西藏的事实大会 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 可以说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从亚安到甘孜 还有一段 当年国民政府修筑的 一段简易公路 由于战火和自然灾害 把大部分也给损毁了 从甘孜再向前走 为了修筹 支持明镜与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的冠军 但是条件也特别差 几乎不能够通汽车 这个十八军的驻路部队 就从这里开始了他们紧张的修路工作 1950年十八军他们就是沿着这条旧路 作为起点开始修筑川藏公路的 到达甘孜以后 再经过了德格 江达 昌都 燃屋 通麦 林芝 攻破江达 最后到达拉萨 全程是2255公里 在这条路线上有14座中延积雪的雪山 其中5000米以上的就有两座 离起始点最近的这第一个南关是二郎山 它的海拔高度是3437米 二郎山是康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地理分界线 它面向川西的一侧 气候温暖潮湿 修路的时候又正值雨季 所以官兵们不仅要防范 马黄 蛇虫等等的袭扰 还要时刻小心暴雨造成的泥湿流 塌方等等突发的情况 一开始战士们在绝壁悬崖上 只能依靠钢索保护 依靠钢牵铁锤杂来修筑公路 比登天还难 后来随着测量仪 开山火药等等物资的运达 科学的施工调配 再加上火药开山快速推进了打通二郎山的进程 在1951年的2月 战士们终于成功打通了二郎山 不过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二郎山路段平均每公里 就有7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不过巨大的困难 没有令驻陆部队产生丝毫动摇 打通了二郎山 他们迅速向下一个天险发起了进攻 雀儿山位于甘孜与德格之间 平均海拔5000米 有三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 公路通过的山压口最高处海拔5047米 一年中只有三个月左右没有积雪 可是为了保障工程整体进度 战士们不能等待 必须啃过这块硬骨头 山上的气温长期在零下30度左右 扎营的战士们早上起来 头发都和床冻在了一起 脚也穿不进鞋里 因为鞋动的硬邦邦变了形 雀儿山山高路险 粮食只能靠人杯上山 根本不够吃 战士们挖野菜 种豆芽 想尽一切办法填饱肚子 但成效有限 95%的战士都患上了营养不良 陈明毅司令员立即向中央寻求援助 1951年10月 中国空军首次向雀儿山上的驻陆部队 空投了物资 有粮食 棉衣 手套 药品 以及检药的医疗器械等等 战士们的生活终于得到了改善 雀儿山这个路段特别的艰苦 但是越是艰苦也能出英雄 比如说就在这里诞生了一个 当时叫得非常响的英雄人物 张福林 张福林来到雀儿山以后 由于这里海拔高 严重缺氧 经常是偷魂眼花 有的时候还要呕吐 医生发现他是高度贫血 就要他下山 但是他坚决不肯 张福林是一个善于专业的人 他很快就学会了 对待各种不同的石头 用各种不同的办法来打这个炮眼 由于张福林的刻骨专业 当时他们这个地方创造的一种办法 使功效迅速提高了25% 结果在部队推广以后 确实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951年的12月10号的上午 正在准备开饭的时候 这时候张福林发现 他们那个三排装药的那个炮眼 还有缺点 就在他们准备进行修正这个事情的时候 一块大石头突然从上面就掉下来了 正砸中了他的腰部 他就被压在石头底下了 当时旁边的石头都被血眼红了 战友们把他从大石头底下救出来的时候 张福林才从昏迷当中醒过来 卫生员要给他打一个枪心针 他坚决不敢 他说不行了 省下这一针吧 当同志们这个抬他上担架的时候 他还在说 事工太紧张了 大家别耽误工期 你们上工去吧 知道张福林清止呼吸的那一刻 他没有交代一句关于他个人的事情 他家里的事情 他所想的就是这条公路 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够再为修这条公路做工作了 战友们在检点张福林的遗物的时候 发现他的跨包里只有五包菜籽 还有一本日记 这五包菜籽是他离开四川之前 用自己的津贴费买的 想着让战友们和藏族那些同胞们 能够吃到这个新鲜的蔬菜 这样的一位英雄就这样走了 1952年的时候 西藏军区的后防部队党委 追授了他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 给他追击了一等功 并且命名他所在的班 张福林班 驻鹿工程推进到八宿县境内的鹿江边时 部队遇到了川藏公路后半段 施工中最大的难关 修筑鹿江大桥 鹿江水流湍急 有江无岸 但部队必须过江 沟通两岸才能驻鹿 1953年10月12日 几个水性好的战士 划皮划艇渡江 但刚出发没一会儿 皮划艇就被江水打翻了 几条年轻的生命 瞬间被鹿江无情的吞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修鹿工程的技术负责人李昌元就提出 他说能不能利用鹿江水的回流这个特点 我们先过去一两个人才能够把这个流锁给拉起来 但是呢这有一个现决条件 就是必须得要找那个重量轻的人 当时这个六班长呢 就自告奋勇 说我来去 那么陈明毅司令员当时说 这个李文言你上去一定要绑上一个钢丝 如果成功了 用这根钢丝绳啊 就弄成叫拉锁 就可以这个来回运动行了 如果不成功 也可以这个把你给拉回来 这个时候李文言呢 就在这个那么多人的这个眼光下 就坐这个小响鼻船就上去 上去之后 他就是利用漩涡产生的那种回流的力量 把这个小艇啊 给推向对岸 就在快到岸边的时候 这个时候李文言这个一下就跳到了那个岸边上 也就是这样 大家用李文言带过去的这一条钢丝绳 就在陆江上搭起了一条简易的流锁 无论是人员 还是五字过江 就靠一条流锁 那个时候要架桥啊 首先要拉起连接洞西两岸的那个钢锁 虽然这个河面并不太宽 但是啊 它是在悬崖峭壁上 怎么样才能拉起这样一个钢锁来呢 经过大家反复协商 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 我们现在看来 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想法 他们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对岸的这个石壁上 先凿了几个洞 这几个洞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目标的位置 那么钢锁呢 把它拴在这岸的炮弹上 这个用炮弹带这个钢锁 发射到那个目标的那个石洞里面 这样这个大桥的钢锁就连接起来了 1953年 这座怒江大桥终于完工 当时只是一座钢锁便桥 在1954年川藏公路全线通车时 驻路部队又用水泥桥墩 对便桥进行了加固 1972年 在原来的便桥旁边 建起了一座水泥拱桥 2013年 为了通行安全 在水泥拱桥上 采用桥碑桥的方式 搭建了一座钢锁桥 2019年 全新的怒江大桥通车 新桥从老桥的外侧修建 正为现在人们跨越怒江的新方式 曾经的第一代便桥早已被拆除了 可它的桥墩却被留了下来 矗立在那儿 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年在修这个怒江大桥的 这个桥墩的时候 负责交注的这个小战士 连续作业非常疲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条西部战线是从拉萨往东修的 1952年5月开始 十八军先期进驻拉萨的部队和当地藏族同胞一起 开始修筑从拉萨到林芝的公路 这个路段修起来同样是十分艰难的 艰难程度与东线相比毫不逊色 先期进荡的十八军五十二师的冠兵 他们所修筑的那个路段 是在海拔四千七百九十六米的那个米拉山上 那里啊空气稀薄 战士们没迈出一步都要气喘吁吁啊 内地正是酷暑八月的时候 这里却已经是冰风雪飘了 有一天夜里一场大雪下下来 把工地上所有的帐篷三十七顶都给压垮了 我们那些战士不得不从帐篷里爬出来 收拾好东西重新弄住土 在施工的最显的那个段啊 叫皮康崖有几十米高的一个斗壁 简直就像刀销夫坎的一样 在它的下面就是那个波涛汹涌的尼扬河 当地的民谣说得非常好 说飞鸟难过皮康崖啊 当地的藏族老乡们都认为 在这里修路呢简直是天方夜谭 有一个藏族的小贵族 他说那个地方啊 牦牛都爬不上去 你们能在这里修出公路来 那你们就是神险 战士们对这位这个藏族贵族 回答说啊 我们都是凡人 但是我们有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精神 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别艰难的情况下 战士们可以说攀上悬崖绝壁 用几十米长的绳子 吊着身子在悬空中打炮眼 在那里装药 硬是开出了一条能够站住脚的小道 又在这个小道上一步一步的向前推 一点一点的扩展 经过两个多月一点一点 产出来了一条悬崖上的公路 这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这个口号啊 在十八军就开始流传 开始叫响 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张国花司令员啊 汇报他们的工作的时候 就讲到了这句口号 当时毛主席在旁边插话说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 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几十年来这句战斗口号 以致激励着我们全军的官兵 1954年的12月25号 川藏公路全线停车了 当时十八军政委谭冠三 主持完这个通车典礼之后啊 他这个激情当中写下了一首诗 蒙氏肾驱埋沟 天险从此便通途 壮士已愁 无遗憾 万爹惊涛净英灵 当年他们十八军的一位老首长 曾经亲口对我说过 说在这个川藏线上 在修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啊 我们打怀海战役 那么大的仗 在炮火中我们也没有牺牲那么多的人啊 他们这些人都是英雄 他们有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啊 在1954年的11月27号 东西两县驻路大军 在林芝以西100公里的 公布江达巴河胜利会师 1954年12月25号 川藏公路全线通车 同一天 同期修筑的从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的 青藏公路也实现了全线通车 这两条公路的贯通 使近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的物资供应问题 得到根本解决 也使国家大规模支援西藏建设成为了可能 大量的物资 机械设备 汽车 和人民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 源源不断的运入雪域高原 公路沿线的荒凉山谷出现了新的急震 贸易公司 合作社 由电局 银行逐渐的开办起来 公路贯通以后 西藏自治区有了第一座工厂 第一所学校 第一座电站 和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医院 据不完全统计 1954年到1993年 西藏自治区全区 共运输各类进出藏的物资 超过了1000万吨 经过70多年的发展 现在的西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是11450元 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更是达到了99.5% 人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初期的35.5岁 提高到了现在的68.2岁 70年来 川藏公路一直不断地在修缮和建设 变得更加的快速 安全 它也仍是百姓口中的五彩路 幸福路 守护着西藏更加美好的明天 好了 我们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 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是王岩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的军情时间到再见 再见